他們團隊有很多的政惡代 那其中像文宣部是他的兒子 那個媒體經營還有司法院的女兒 就被人家講說是不是你違法斷法 恐怕也沒有人敢做他敢不辦 當然就有人開玩笑 我不敢講是真的 說奇怪過去他做的幾個文宣都很奇怪 對不對被人家罵 是不是他兒子做的 兒子做的老子才不敢說不要用 對不對愛子欣切 我不知道我是隨便猜 否則的話那個怎麼會過呢 那樣的文宣怎麼會通過 他們自己的審核呢這是一個 那另外就是 他的確有些政二代 譬如說司法院長女兒等等 那我們也不能說人家政二代 就不能夠去服選嘛 也不能這樣講但是要切記 第一個就是這個陳時中 如果當選 這些人不能進市政府 尤其在現在 你千萬不能說因為他們是政二代 所以呢比如說故意害別人 司法去迫害別人 去控告別人 去抓別人去查別人水表 那另外呢就自己 可以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然後呢司法就縱容了 譬如說陳時中假定他的團隊 做了一些事情違法的 但是檢察官一看 哇政二代在這裡司法院長的女兒 會不會就因此就投鼠忌器 這個要避免 布局局長再補充問一下 陳時中的臉書粉專 昨天播出他去萬華吃知名的滷肉飯 但是被發現小便一次是盜圖 他本人到現場吃 但是卻盜用這個部落客的照片 您會覺得團隊有問題嗎 我都覺得你都已經去現場 你為什麼要盜用圖呢 我實在是想不通 我覺得就是不是要把事做好嘛 這麼多這麼點小事都做不好 怎麼相信他將來可以管你的市政府呢 我還是想要再問一下 黃富有關這個疫苗 因為昨天這個陳時中有說 您的批評是太過分了 反過來要你自己檢討 他並且說你這樣子是在模糊 台北市這八年停滯不前的這個焦點 所以你覺得現在到底這個 有沒有阻擋疫苗是 是人民真的是被當鯨魚 還是鯨魚其實就是陳時中 那另外還有要幫進電視提問 因為你們有講到就是台北市 在買疫苗的部分是有說被政府擋 但是您講藝人有批評就是說 是台北市政府自己看的預算 有關疫苗的部分 如果陳時中先生說他沒有擋很好啊 那他告訴我們一樣當你是誰擋的 第二個我講的是如果有人去擋疫苗 這件事情才是最嚴重的 我們去年在疫情期間大家都很辛苦 我相信台灣人台北人沒有人會忘記 去年五月六月七月的事情 所以重點是在於說有沒有做自己最清楚 第二個有關疫苗的部分 我們去年本來就已經在跟很多廠商協商 我開了很多次的視訊會議 價錢金額都有貨也有時程 但是我們去問中央中央的說法是 他們已經訂了請我們不要再買了 所以我們預算編完之後 拿著中央的公文跟議會報告 所以請議會也把這個預算給刪除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過程就是這樣 我想各位記者朋友應該都很清楚 重點在於說買疫苗是中央的權責 那民間要買有沒有卡 那做事的人自己最清楚 如果他說他沒有卡非常好 請他告訴我們到底是誰卡的 我想問一下黃副 就是最問一下疫苗的問題 因為你昨天在廣播的時候批評說 陳時中還沒有把疫苗真意講清楚 但是外界也想起了過去再好心安事件 黃副好像也沒有把Ben的真實身份說出來 就是還沒有解釋清楚怎麼看 有關好心安的事件 法院已經做了裁決了 所以我沒有做任何違反當時規定的事情 我也沒有把這個資訊 我只轉給任何的人 去施壓他們給好心安疫苗 這件事情已經理清楚了 所以Ben是一個我的朋友 他轉達好心安診所想要當特約診所 他不是來幫他要疫苗 也沒有幫他要疫苗 而且我也沒有把這個訊息 施壓給衛生局 任何人說叫他們把疫苗給好心安 這件事情都已經經過查證 我不知道大家還要一直 就像很多的民眾會來跟我反應事情 很多的議員也會跟我反應事情 我沒有把它轉出去 也沒有施壓任何人 我不曉得為什麼一直要說這個人是誰 很多的民眾 很多的陳其民眾都是一樣的 我對任何人的態度都是一樣 你有需要幫忙 能幫忙的我一定會幫忙 不合法的我也幫不上忙 其實在過去呢 我也參與過很多次的各式各樣的競選團隊 那在以往呢 競選團隊的名單 它並不是一個秘密 都是可以公開的 但顯然這一次的台北市長的選舉 特別的不一樣 陳時中認為他們競選團隊的這個名單呢 是一個機密 必須要被報存 所以或許就像是他們對待高端疫苗的效益報告 以及疫苗採購資料一樣 必須要塗黑才算是公開透明 一定要保密30年 那他們可能就是不希望 裡面的有一些名單被公佈 比方說吧 我們絕對不能提到 裡面有法務部次長蔡壁仲的女兒 有司法院長許忠麗的女兒 前考試院長姚佳文的女兒 內政部長徐國勇的女兒 陳時中的兒子也在裡面 這些呢 或許都是陳時中的團隊 不希望我們去提的 希望能夠去保密的 那我想 這個也是他們的公開透明 在過去一直被詬病 一方面講說 大巨蛋 他當了市長要公開透明 一方面呢 各種的資料 又要封存30年 那這一次看起來 競選團隊的名單 也是必須要完全的保密的 所以呢 我已經從善如流喔 把所有的資料都塗黑之後再公佈了 希望呢 陳時中的競選團隊 能夠感到非常的滿意 就是說在您的團隊當中發發行 紀錄長的女兒 以及這個 同意大馬關的女兒 好像也都被說 是在團隊當中 是說希望大家能夠 多一點的解釋的機會 對 那慶總基本上 就是我們在選舉的一個團隊 那有人願意來幫忙 我們都非常的感謝 那被說是正的代表 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的這個 太過慘重 也不會就是一個 年輕人的學習 不需要 不要對年輕人這樣掛筆標籤 這邊並沒有所謂 在這裡面工作 就得到任何的特權 那就是一個服務的經驗 那說 看說現在 這個委員長的 他也是一個 數小時 他都在臉書公佈 進入的這個 空虛 那你怎麼看說 沒錯 掌握上來的這種說 不要有空虧 事實上別人 事實上不確 都是別人 誰可以上網 對 我覺得 各個單位裡面 對這方面 還是要小心 像這樣子 近視偷黑的公佈 我想也是不好 但是如果 有什麼公佈選中的 這個競選名單 那就是正二選 但是 團隊現在反正不來 對 正二選 他們完全畫錯重點 我看到他們公佈 我團隊的名單 這些都是經過民意的洗禮 民眾投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都是透過自己的努力 問政的表現 得到民眾的肯定 這跟他們的團隊是完全不同 而且他們也絕對不會 遮蔽自己的家庭背景 也不會 因為公佈 在我的團隊 而氣得跳腳 更不會 將他們名單 塗黑 或是封存 也不會說 這是機密 媒體報導 部長的女兒 在陳時中競選團隊中 被說成是正二代 請問一下 部長會不會 弟女兒這個委屈 我要向大家來報告 正二代的定義是什麼 我女兒已經三十幾歲了 她大學畢業已經十年了 那她在大學也是政治系 她是政大政治系畢業 我想從事她的 她畢業以後要從事她的工作 這是她的權利 也是年輕人在各個方面她的努力 正二代的定義是什麼 我不太了解 她並沒有去競選公職 也沒有去競選民意代表 所謂的二代是怎麼來 如果是這樣子 只要曾經從事過公職的 那她的子弟 她的全部叫二代的話 那講話題是第幾代 所以我覺得用這種方式 是在選舉的時候 然後來講這些 不但沒有意義 而且對年輕人是一個打擊 再看看我也不客氣的講 他們講這個的時候 那蔣萬安的團隊 有多少是真二代 那為什麼不提一下呢 所以我覺得提這個就沒意義了 我們不要把選舉 帶到這些 無謂的這些爭議裡面 所以我再次的強調 我的女兒並沒有參與選舉 也沒有選 也沒有選公司 她做她的工作 那叫做二代 那永遠都講不完啦 那可能就有正三代 正四代 正五代 那我想國父的後代那是正幾代 所以不要用這種方式 為了選舉 然後隨便給年輕人安上一個 莫名其妙的一個名稱等等 或者一個稱謂 這樣子是不好的 我不客氣的講 這樣子是打擊年輕人 我再次的強調 我個人不會覺得委屈 但是很多年輕人覺得很委屈 所以在這裡我也向大家做個說明 先把正二代的定義 搞清楚以後 再來提什麼叫做正二代 再次的小邦 再以為選出 小邦 sites 直接低調 因此